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访长者及派发福袋 儿子最近都在忙着拍摄真人秀 那雅芝姐是不是也很久没有见过儿子啦 现在是每天都见啦 每天都见但是他也忙嘛 反正有时候看着他回来很累了 就没有说专门要拉着他说话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一起出来做医工啊 做这些工医事情啊 都是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嘛 提到儿子即将出发美国 拍摄真人秀壮志凌云 体验当飞机师的滋味 雅芝姐会担心儿子的安全吗 他好像19号就要飞去美国 那个真人秀要去美国 有一个训练啊 或者是一个比赛的过程嘛 那去那边我觉得也学习 多一些新的事物啊 也是很好的一个经验 安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都有很多比如说飞行学校啊 有人说很多航空的专业的教导嘛 那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乘坐 有儿子驾驶的飞机到处旅游啊 算不错啊 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一个期待吧 要实现雅芝姐这个想法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哦 因为黄凯杰可是真的为了拿到飞行驾照 才参加这个真人秀的啊 其实开飞机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吧 所以这个如果我不被淘汰 能坚持到最后的话 他们是会有一个飞行驾照可以考得到的 所以这个是我的目标吧 很快就要去美国工作了 那黄凯杰会不会担心影响到跟女友的感情啊 还好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地恋的 所以都是分开两个地方 所以也是尽量每天打电话发信息啊这样 就尽量有时间的话就回来见对方